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出自于剑五十原子证书 恒者得知故也 出自于一间细词撰下 圣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 这个两句出自于一间恒卦 有恒的恒 这个恒卦 那么这条讲 圣人贵有恒 也就是我们要效法圣人 要有恒心 只有长久坚持 才能使德行坚固 这个德行 也是要有恒心 长久来坚持 这个德行才会坚固 圣人长久坚持得教 天下的教化 才可成功 那么圣人 自己有德行 还要教化天下的人 那么要教化天下的人 也不是短时间 要长时间 要恒心 长时间就必须要有恒心 要有耐心 所谓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 那么这个必须要时间 那么时间 长久 就必须要有恒心 这样教化 自行化它 才能成功 没有不长久坚持 而可以成就德教的 如果不能长久坚持 这个德教 自己的德行 教化大众 这个也不能成就 也没有无德 而可以长治久安的 如果没有德行教育 这个社会 可以长治久安 也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社会 能够长治久安 必须要有长久的 这个德行教育 不能中断 这个才能成就 长治久安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灰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